各位聽眾各位 觀眾各位 大家好 林鄭今早前行會見記者 講到香港接著這一階段的防疫抗疫政策 她說 如常在19號 會有第二階段的放寬 食肆堂食延長到午夜12點 酒吧可以重開到凌晨2點 但是這兩天香港的 顧問 特區政府的顧問 包括梁長偉等人 紛紛提出警告 大陸波正在來 要約人見就好見 好像世界末日 否則不能見 會收緊措施 記者就問林鄭 專家這麼說 你怎麼看 為何還如常開放 放寬 措施 因為 最近的情況 是這樣的 每天有200到300個確診個案 西螢盤一帶的污水病毒含量非常高 所以就預計大陸波就來 這種膠著狀態 不跌下去 就會上升 林鄭就說 第五波疫情已經過了高峰 在低位膠漲 沒明顯的下降或上升 雖然看到有些群組是有感染的 例如 一些外賣 叫外賣的群組 究竟在食市那裡感染 還是叫外賣回去食那裡感染 疫情仍然是穩控 現在情況要滿足經濟需要和市民恢復正常生活的期望 我看林鄭跟她以往真的很不同 跟以往很不同的意思是 她沒有特首做之後 真的官到無求就膽自大 跟大陸的整個防疫政策 即是說 動態清零不能動搖 這個說法 是越走越遠的 似乎她現在看來 因為沒有官做 要恢復經濟和 市民對正常生活的期望 這個就好像 近似西方的說法 跟大陸現在動的就豐盛 真的很不同 為甚麼 可能 導致的原因是 她知道沒得做了 沒有官做了 不用緊跟 是不是呢 最近的數字 沒有任何憂慮的地方 譬如 繁殖率 現在是上升 不是 低於1 是一個人 傳給超過一個人 如果是放寬那麼多措施的話 在人流增多情況下這個繁殖率會上升 繁殖率會上升意味著 受感染的人會很多 現在的社交措施星期四就會放寬 剛才說過 食肆延長到 午夜12點 八人一台 宴會 20人 上限增加到120人 酒吧可以重新開放 去到凌晨兩點 每台可以有四個人 七成半的 容量 其他未開放的 地方都可以開放 例如做 室內的體育設施 健身中心 做運動就可以豁免戴口罩 他就說 為何專家這樣說 他完全不跟 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說 政府的 抗疫初心是要保障公營醫療 體系 現在醫院的情況 看來是令人安心的 他說 患者轉的人數是700多人 深切治療部只有兩個人 大量社區隔離設施 已經有在 疫情已經穩控 可以恢復經濟活動 以及市民的生活 正常生活的需要 他說 有不同的專家有不同的看法 提出兩到三種的防疫意見 他不想逐一評論專家的看法 感謝他們兩年多以來 他們兩年多以來控制疫情 工作一直給予意見 他說專家沒有直接參與特區政府的政策制定 只是提供一籃子考慮因素 政府有政府的看法 不是由專家的言論帶著走 最終是會平衡公共衛生 經濟需要 和市民可以接受的程度 制定 最適合的做法 然後他說通關是首要的目標 如果要和大陸內地通關的話 就必須重新討論和對接 他說去年年底達成通關的方案基礎再研究 究竟是否仍然是動態清零 策略他沒有評論沒有回憶 我剛才一開始就說 他現在的取態跟他 仍然有機會做特首的時候的取態 是很不同的 那時候是緊跟的 現在似乎放鬆了很多 不是強調動態精靈 只是強調 恢復經濟的 活動 以及 是要回應市民對正常生活的期盼 是很不同的 最近這幾天我昨天也有說過 10個專家有12個意見 例如梁卓偉 這是政府的專家 他提出警告第六波 又在Twitter上寫 不要去堅尼地城吃飯 因為那時候的污水 病毒含量相當高 甚至在內部 網上的論壇上說 你們可以約人 兩個禮拜之後 不能見面 因為要收緊政策 看來 他提出警告 目前 用 模型去推算 第六波就來 另一些專家 例如高本欣 也是港大 他的說法是 大家知道5月31日要打三針 才可以進入某些地方 包括剛才說放寬了很多地方 要打三針才進入 高本欣說 不用了 經過第五波之後 有幾百萬人受到感染 加上天然免疫 加上有抗體 可能已經超過人口 即是很高的百分比 你無需 不打第三針 連學都回不了 寫字樓又回不了 食肆又回不了 強迫別人打針 無需要這樣做 因為打針需要 在知情的情況下 和自願的情況下去打 如果有 防疫的屏障 還需不需要 穀針穀得那麼重要 是否把資源放在老人家那裡會好一點 這就是另一個專家意見 這個專家說 第六波進來 約人就很弱 這個專家說 不用打第三針 因為大家有個天然屏障 究竟信哪個專家 現在 袁國勇又有另一個說法 他說 香港已經捉起了防疫 防重症的免疫 屏障 現在進入控疫的狀態 要接受事實 新冠病毒是不會離開人類的 難以跟隨的 只要將死亡和重症人數減到最低 不會讓醫療系統 癱瘓就可以了 三個專家 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袁國勇的意見和高本欣的意見比較接近 梁卓偉一直都覺得 很危險的 大家要注意很害怕 說了很多 有矛盾的看法 當然作為政府就有政府的看法 但問題是 當專家每個人自己撲出來 譬如你包括許樹昌也是 許樹昌就是不可以 放寬疫苗通陷症 因為打第三針的人的百分比很低 四個專家 有四種不同的看法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 我們聽哪個專家的意見 政府應該聽哪個專家的意見 為何不像外國 譬如新加坡 譬如你是英國 新加坡 大家知道內國很精英 專家治國 精英治國 他們 大家談完 相對地比較統一口徑 去 跟政府說 政策是這樣的 然後由政府宣佈 政策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大家 理性地去談完 得不到的結果 然後就向人民宣佈 政策是這樣的 安部就班有條不問 市民的國民是不會無所釋從的 會明白發生什麼事 香港 袁國勇也是政府的顧問 許樹昌也是政府的顧問 梁卓偉也是政府的顧問 高本欣不是 這個是外國人 不是政府的顧問 這三個是政府的顧問 為何他三個人都有三種不同的口徑 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還是公開說的 你說是香港言論自由社會 他有三個人有三種 研究結果 我覺得這三種結果是否完全是矛盾 是否南沿北撤 是否完全是相反 我覺得不是 大家可否討論口徑 說清楚告訴大家 第一個問題 我現在要抽屍摸鑽 經過第五波疫情 梁卓偉也好其他人都說推算了 香港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已經是有 天然的免疫 是中過招 加上打針的人 可能是 七八十個百分之有抗體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使接下來有第六波第七波第五波 跟第五波有沒有 不同的反應 包括重症 包括死亡 會不會呢 我覺得這班專家 最大的問題是 是沒有膽去做評估 他怕甚麼 如果我做了這個評估 出事後很多人死亡 好像第五波那樣 他不就很嚴重 如果專家沒有膽去做評估 的話 你怎樣去給一些專業意見 政府 讓他制定政策 譬如今天 究竟封城不封城 強檢不強檢 我們應該效法上海 效法西安 效法鄭州 再早些效法武漢 究竟我們用甚麼政策 袁國勇說 病毒已經不可以離開人類 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那還稱甚麼靈 還甚麼動態稱靈 甚麼靈 他們根本不敢向政府提出一些很具體的意見 大家要看 上面頭 即是現在 我們香港的專家除了說不夠吉士之外 其實是雙手綁住了 他都不敢斬釘切跌 譚德塞 這個說明是親華親共的一個世衛的中國人士 他的世衛 幾個人包括譚德塞本人 清清楚楚 動態清零是不能持續的 sustainable 是 做不到sustainability 是做不到的 是不sustainable 是不能夠持續發展的 清清楚楚 香港有哪個專家 出來說 動態清零是不能夠持續發展的 沒有的 我們是面對現實 是要 與病毒共存的 現在 全世界都有方向就是這樣 與病毒共存的同時要制定政策將重症與死亡率減到最低 大前提就是身體有抗體 你要打針或者天然免疫 就是這樣 香港的專家 我覺得窩囊的地方就是這裏 各說各話 大家都不把真相說出來給大家知道 因為 他爺爺仍然在用 這個動態清零 特區政府呢 林鄭 人之章 落任 我相信 他不考慮這麼多這些因素 經濟 確實是經濟活動的恢復 以及市民對正常生活的盼望 你做一個管治者 一定是要這樣想 中國大陸給大家的教訓就是 你堅持 封城強檢禁足 現在搞到一窩足 客觀的效果是什麼 推倒了經濟 推倒了經濟 不是那麼容易恢復 香港 你這樣的熔斷機制 要困住那些機組人員 21日14日等等 已經令到香港航空樞樓的地位 沒有了 沒有了 去了新加坡 回不了頭 很傷 我不是說林鄭 顧及香港經濟 香港人民的福祉 這個我覺得 如果當你去 用正常思維去想的時候 這個是正路的做法 不過我擔心的地方是什麼 仍然大陸在用 動態精靈 香港很多 建制派拆不撤 去指責林鄭 為何突然叫停 禁足強檢 封城為何叫停 你看 如果第六波來的時候 出了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指責 我覺得 我的推斷就是 新政府上場 這個嚴厲的措施會重新退合 這個不是疫情的需要 不是科學的判斷 是政治的判斷 是政治的需要 是測鞋的需要 祖國這樣做為何我們不這樣做 不用用腦想 用腳指尾想就可以了 緊跟 香港跟大陸有很多不同的 你說香港跟不同西安 香港 即使是說上海 比香港也不同 如果用大陸的做法 照搬大陸 真是有鑊足 那麼新政府上場會不會 照搬大陸呢 我不敢包不會 我覺得會的機會 比不會是大 大家又要綁緊安全帶 談到這裏 我非常繼續支持 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